来看看这条题目 现在说对一个线性表中的元素进行排序 那规则是先排k1 k1小的在前大的在后 如果k1相同的话再排k2 仍然是小的在前大的在后 然后问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排序方法以及顺序 那现在我们不妨先给出两个元素的具体值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该怎么排 那现在x和y是这个线性表中的两个元素 其中x的k1和k2分别是1和5 y呢就是2和4 现在我们先按照它题目的要求先排一下 那先看他说先看数据像k1 那我们按照k1排一下 小的在前大在后那直接就排好了 x在前 y在后 那是按照题目的意思 我们给他人为的排一下 那现在看一下它的顺序 如果说先排 按照a人像来讲 如果是先排k1的话 先排k1再排k2 那会导致x在y之后 因为我们先把k1排好了 1小于2然后x在y之前 接下来又去排k2 而k2这边呢是x大于y的 也就是y要放在前面 所以先k1后k2 这样排好之后 x就在y的后面 但是刚才我们说x应该在y的前面 所以这是不满足提议的 先排k1再排k2 一定是不满足提议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拍住掉a和c选项了 那从b和d选项中我们看一下 b选项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们所用的排序方式不同 b是先插入排k2 然后再用选择排k1 那d选项是反过来 那仍然是我们来看 它其实考察的就是排序的稳定性 这里还是给出一组x和y x是1和5 y是1和6 我们知道刚才分析的 应该先排k2再排k1 k2这边我们排好了 x应该在y之前 因为5是小于6的 如果这个时候再排k1的话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不稳定的算法 因为k1它们两个值相同都等于1 所以如果采用不稳定的排序算法 这两个1谁在前谁在后 就不好确定了 有可能最后造成的结果是x在y之后 也有可能x在y之前 所以我们说先排完k2再排k1的时候 所用到的排序必须是一种稳定的排序 那现在选择排序 这个选择排序它不是一种稳定的排序 而插入排序是一种稳定的 所以这条题应该选择D选项 先kr再k1 并且k1一定是用插入排序 或者是其他的稳定排序也可以 当然这条题它只给了插入排序 所以我们选择D选项 那好 这条题将解结束